立江古城 获称立江古镇 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场 始建于寿末原初已不足城墙殖民 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国罕见的 保存相当完好的少数民族古镇 立江包含三座不同的古城 由大岩、树河和白山三座组合 大岩古镇始建于南宋时期 是三座古镇之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古镇 一般所谓的立江古城 通常指的正是大岩古镇 此三座古镇又为长马古道上重要的贸易枢纽 四方街是古城的中心广场 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现在就跟着纳西族的歌声 我们也进入了宰歌宰母模式了 古镇里小猫咪走在石板路上 传说在小桥花草间 沿着流水走 小桥流水的清幽之美 令人流连万返 现在我们就进入美丽的立江古镇咯 我们现在有立江古城 当你在立江古城迷路时 就用转圈圈做决定咯 我们来到立江古镇 现在行李呢 就像我拎着走 立江古镇好多楼梯哦 行李可能不太好走 我在这个山山下下的 立江古城大岩花巷 拥有特色手作文化区 深受游客喜爱的古城文艺打卡顺地 还有古城内最大的文旅山综合体 立江之夜 景观平台 位于大岩花巷古城出入口 可以挑望狮子山 望谷楼和古城的景色 夜晚的景色也很绚丽哦 大水车 大水车 位于玉河之上 古镇北侧路口的地标照壁 玉龙桥 连接古城与新市区的桥 立江早市 立江早市早餐 就由酥油茶配上 哈尔滨大饼启动吧 早市有卖辣排骨 这里是餐饮区 各种的菌菇水泥买 还有锅桥米线 各种的蔬菜 也有水性洋花 像黑豆花的不知道啥 各种的酱料 还有各种的锅具 应有尽有 不如来一趟早市 也不知道有多偏油 狮子山 万古楼 古城最高点 爬上去大概10分钟 可佳 立江古城全景和玉龙雪山 尽收眼底 万古楼 是一座飞檐翘角式的阁楼 共有13个翘角 比喻玉龙山雪月十三峰 楼内会有2300个吉祥图案 代表立江的23个石雕图案雕饰 象征在立江居住的23个民族 整座楼中的雕刻 彩绘龙的图案 共有9999个 加上楼顶 早景之中的旁龙 足有万格 曾万龙万古之圣 寓意立江是龙的传人的美丽家园 现在呢 我们在万古楼的最高点 门票成人35块 我是未成年学生17块5 这个叫狮子山 立江这边的最高点 也不算最高点 那就是在立江平原的中心最高的地方 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面向是新城区 这里还有望远镜可以借 这个就是万古楼里面 雕刻非常的精致 这个山爬上来要一定的体力 这个楼爬上来 还是要一点的体力 或者一点 是很多的 不过爬上来呢 是非常的吉他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这个门 今天立江刚好有点放晴 能看到蓝天 能见度也非常的好 这边呢 这边呢 往左手边 就是古城区 柯拱法 这是清朝改土归流之后 立江杨家一门出了三个举人 而由地方人士出资新建的一座三层门楼 后因火焚毁此为重建的 四番街 城里最主要的广场 昔日经济贸易和商业文化活动的中心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四番街都是古城最热闹的 这不就跳起舞来了啰 游子散街 这里叫县文巷 因为美丽的七彩游子散 挂满了整条巷子 又被人们称为游子散街 现在我们在立江湖镇里面 这个水都是从绿龙雪山下来的 我们看这里 这个水流好清澈哦 那是一个钟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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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消防队用强力水柱清洗石板路 我们现在来到关门口 现在立江古城就是关门口 立江牧师吐司所建 据说是大盐古镇的贫穷县 门外是普通老百姓的住处 门内是打官贵人的住处 这有两只雕像吗 前面呢叫做天语翻流 天语翻流的意思 在纳西话里面叫做 读书区 就是叫后代子孙 这要常常去读书 读书区 天语翻流 读书区 幕府 就称幕式吐司府亚 历江居民总广府 是幕式吐司府亚建筑群的简称 幕府其元代 晚辈于明末 纳西族自元代 降在历江 以吐司自治 拥有自己的世袭王室政治体系 吐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称呼 也是少数民族部族同睦之一 历江的统治者称吐司 在明朝时被明太祖赐姓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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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所率蒙古军 曾经饮用过池井之水 一占据人用过温泰 是医者真的 所以不服用至于 又遮阻地 咨识 而且不服用至于 伦统价 因为 有不服用至于 不服用至于 丽家大石桥 它是古城中较大的石拱桥 是古城东西两区的交通要道 地处古城中心 由牧师吐司修建与明朝 桥下可见玉龙雪山的倒影 又名印雪桥 白翠桥 清代村里有一位老人 夏年108岁 经前家稻山草 故建石桥为百岁桥 冰花餐厅 哇 这里 人为的造景真多 忘了他了 人为的造景特多的 花开了到处就是 好多餐厅的位置 就是做生意的吧 我们进来餐厅了啦 我们会也拍照 我们去拍照 我们会在那边拍照 好可爱 不算是有什么 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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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現在正在決定要玩哪裡 今天 古城的天氣非常的好 啊~~ 好的 不知道走哪裡 爸爸只要用轉圈圈的反思 你乾脆閉眼睛轉好了 啊~~ 現在走哪裡啊 古城太大了 很不知道要走哪裡 我現在立將古城灌街 現在大概是早上的 8點多一點點 現在的 這是今天早上的 地江古城 都沒有了 對 你要早點到就沒什麼了 重點是 那邊是關的 三殿街都沒有 很開 想吃東西 就有點比較 七一街 七一街 應該是吧 很不曉得 走走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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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野餐廠 給他看一下 廠野餐廠 現在是沒有 可以好好仔細看一下 這廠野餐廠 很大吧 那你看 現在廠野餐廠的標示 廠野餐廠還蠻大 這裡還可以鑽圓樓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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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 我們現在要離開 這 立江古城了 小孩的 這是立江古城的 玉鎮立江 我們現在在大巴上面 準備要離開了 其實這個巴士可以開進來 停在這裡 遇見立江古城 拜拜 拜拜 他坐下 Ger身 四 一 七 七 十 感谢观看